这个歌曲讲讲已经在1987年那个年代 你知道吗 这个声音大家听就知道是余真庆早年的那个味道 但是演这个电影的男主角呢 我倒很想知道一下 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就是跟这个密不可分 台湾报告班长 他是头号人物 佗宗华 宗华你好 大家好 我是佗宗华 你听到余真庆唱这歌什么联想 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一下子就过了 至少20年 至少20年 对 那时候咱们都年轻 你那时候已经当过兵做阿兵哥过了 是吧 拍这个戏的时候是当完兵回来拍的 嗯哼 对 因为也知道我在台湾这个地区就是每个人都要当兵 这变成是一个义务 义务对 所以那个时候是拍完当完兵以后回来拍了这个戏 哎 你的生命当中跟这些歌曲有关联吧 比方余晨庆 对啊 他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我还没有 当兵的时候那时候是他刚刚退伍回来我们在拍李行导演的那个戏宇春风我知道这个戏宇春风好像跟那个老师有关系的戏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那刚好那个时候他就来演一个歌手是吗 对结果后来那我们在服役的时候呢 嗯 又又是在同一个单位在就是陆光义工队 哎呦那我们都是从陆光义工队出来的 陆光里面出来很多人很多刘家昌 刘家昌也是刘老师对然后张兴哲也是 哇真的是很多啊那你在对上的时候跟宇春信熟吗 那个时候不是呃那个时候是回来照到面没有在照到面 但是我是记得好像是接他的位置嗯对刚好他退了嘛 然后我就上上去就接他的位置来到好像道具班嘛 啊对对对你是道具班我也是道具班啊真的吗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这种人都是分分我们反正音乐没什么素养不会让我们去做什么音乐唱歌是让我上去了 对对对对你有唱歌吗有我们那时候进去的时候什么节目都要上啊 因为我们我有舞蹈节目对没错没错还有那个串曲嘛 好几首歌串在一起的嘛对对对对对三不五时还讲个鼠来把相声对我们还得要弄一些短剧 对对每天很忙过得很充实哎那个时候的 生活嗯跟着于晨庆你等于交接了做这个鹿光义工队的团员嗯跟现在我们在台湾艺术大学做同学 你叫起来呢对哈哈不一样了当然不一样了因为那个时候毕竟就是比较年轻了嗯那现在的话那又不一样了 而且现在去的话就是去像我们现在去上学的话是愿意去上学是想去上学对那那个那个时候当兵的话呢就是年轻了谁想去的代表你 没人想去然后都没办法不过但是我觉得在鹿光的那个环境对我们自己现在目前的这种专业上面来讲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对我跟你讲我哪知道我会做主持人呢要不是被我那个时候的队长就是台湾有个金钟歌后你认识吗叫王纸雷哦我知道啊他哥哥就是我队长王大昌哦哦啊 上次来上我们节目那个新歌手叫王盛莱的像他就是他的儿子你看都这么渊源的我就是因为这样才把我丢在台上去主持其实那个时候在义工队就好像冥冥中发掘了我们有某种方面的天分吧小小天分吧对可是我们不知道对原来不知道就像后来我我也不知道我会那么喜欢做那些道具嗯那我本来之前的话我是喜欢做静态模型的 所以后来刚好来去做那个那个道具班的话我觉得也OK啊嗯那年我还记得我们做呃要做灯笼比赛嗯嗯我还得了第一名放了一天的那个荣誉价真的有面子我提到这我就想到为什么我相信海峡两岸的朋友只要知道陀宗华会被冠上一个台湾头号的报告班长因为你以来太多系列我随便今天早上看一下你我真的吓到了从1987年开始 报告班长声明大众1988年报告班长21994年报告班长31995年还有什么1995任八月也饰演班长1996年报告班长42000年报告班长6201114年这么多都找到你是什么渊源啊对我不晓得我觉得就是要演军人的话应该要有一个军人的气质嗯那但是我后来也是因为就是实在是拍了太多了我觉得就是说在演员这个角度上面来看这个事情的话我怕会被 定型将来变成了一个特型演员就是你只能演军人了所以我到了后面以后就尽量不再接这一类型的戏我也看到你大陆的剧照哇超有味道被人家粘着胡子做那么样的潇洒又是浪漫又是不羁的感觉我想就是说换一种不同的角色嗯能够能够多演因为毕竟演员的话不要在固定一个角色你只能演一个一种角色 我觉得突破了还有那个就很不够 那我问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演班长唯独你这么出色是跟你的家庭背景你的成长有点关联嗯当然了那因为我父亲本身也是军人嘛不过那小时候我们看了那个我是真的还蛮喜欢柯军雄 柯桑对英烈千秋对黄虎军魂柯军雄对对对那时候也呃受他影响也蛮大的嗯对那就很喜欢看这一类型的戏这样的那后来他们本来有找我去找我去再拍那我就怕说就是像演的一些比较八股我就不太想去拍我想尽量让他生活一点不过这个包班长就是他让他变得就是很生活就是让你日常生活里面你遇到了一些 那些事情像我们在新训练中心里面对对新兵训练中心对偷抽烟啊抓到啊怎么样我们就照实的把它这样就很生活化的这样把它给呈现出来让大家看到所以后来那后来就呃新马地区也很也很喜欢这个这个片子嘛那他们那个时候因为有两边都有交流嘛是那他们就会过来嘛那后来我有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个 好像是马来西亚人嗯嗯嗯他就跑过来跟我说哎班长好我真的是我后来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想说我应该要去试着演别的角色不能再演班长我不敢讲说在呃内地的朋友见到陀仲华是不是叫班长好至少所有华人地区的朋友看到你男生一定叫班长好对对对我都跟他们讲说班长已经退伍很久了哈哈你那时候没退伍的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是在戏里面那个角色像不像 让你爸爸其实我我我我我我在新冰训练中心的时候遇到的班长就是这个样子我是照着那个那个班长在 演的嗯嗯嗯嗯嗯嗯因为因为那个 你在当兵时候碰到的班像就是你演的那个形象 对对对那就是模拟他吗而且那个时候刚开始拍的时候我也蛮开心的一点 就是因为那是陌生的面孔 他不是不知道我们是演员 所以那些兵 他们都以为我是真的班长 没错 但是我不是 可是你知道吗 拍到一半了以后 后面那些兵就开始不听话了 因为你知道我们是演员 然后他就真的不听话 刚开始前一段时间是非常好 配合度也非常高 其实我对土中华很深刻的印象 大概说起来应该 好久好久了 我随便翻一下 大概就是1989年 那个年代 因为台湾有一个女歌手 其实她拍了一个广告 蛮帅性的 我知道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还得到金钟奖女演员最佳奖 结果你怎么会有这个机会 跟她搭着唱一首歌 其实那时候因为 滚石 对滚石 那时候在滚石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经常拍了一些片子 会到新加坡去放映 然后我们要去做宣传 那去宣传的话 那新加坡电视台就说 那你能可以有一些什么 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 电视做宣传 那我就想说 好吧 那我们就先试着唱一首歌好了 那就录了一首歌过去 然后到那边去录一 歌曲的那个 就像现在的MV一样 你们两个 没有就是我一个 你那是为了打电影片 对我们是为了电影片 所以你像新加坡的那些媒体 希望你表现一下 对新加坡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OK我们就过去 过去录 然后后来我们公司 有一个唱片公司的老板 听到你声音不错 你要不要来试试看 我想说也好 因为能够尽量的开发 自己的一些才艺 真的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希望能够 路线 能够多一点的 可以将来保障生活的条件 真的我们都常说 不要孤注一职 毕竟你不是邓超 对对对 好我们先来听听看 这首歌曲好有意思 这个人 倪慧宏跟你敏然没关系吧 完全没有关系 他就是说你唱了这首歌 你就会红 是红啊 对啊 我听说这个人也是出自于滚石 对他就是李忠胜 哎呦 那时候我跟讲 说不定啊 一方面跟滚石关系太密切 不能都是他的片子 都是他的歌嘛 对 就换一个名字 没想到这个一名字换 还是红这个歌 对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不错 真的 倪慧宏 倪慧宏此曲 然后我们的陀中华 李明依带来 你我算不算一对恋人 听听看啊 好久都没有听到这些歌 好久都没有听到这些歌